第九題,配電盤由紅、黑、白三條電線引入 在經由烏龍斯開關接到電器插座上 其中紅線及黑線為火線,白線為中性線 若要從配電盤拉出電線,連接至三孔插座 供給電的規格為110V1200W的吹風機 除了圓形插孔接地線外 其餘兩個插孔應接在哪兩條線上 我們上課的時候提過我們的線有活線跟所謂的中性線 如果我們接在所謂的活線跟中性線就得到了110V的電壓 如果我們兩條線都接活線,那我們就得到220V的電壓 所以我們現在要接到110V的電壓上 應該一條接活線,一條接中性線 所以第九題問我們說 其餘兩個插孔應接在哪兩條線上 我們答案選的是B,一條接紅線,也就是活線 另一條接白線,也就是中性線 我們先進入一條線的��格